塞列婚教日前接著民眾報案 一名付入地網路比照片五百多萬 京鳳跟受騙民眾合作 今天買民交 一百十萬跟車廚騙到便利商店 並進行台報總共抓到三名車廚 京鳳表示他們的結束進班 看更有其他的受害者 京鳳跟嫌嬌還在哭咖 不讓他有遭遭的機會 日前婚禮關塞列婚教接著民眾報案 有一位五星女主 因為在網路看道主 贏品奧 受詐騙集團 贏得加列列群組 因舊的參與道主來騙女主 六十萬到三百萬 不定金贏 客家五百多萬 本分局接獲報案一名無姓女被害人 接獲詐騙集團相關訊息 假冒威望投資公司 分別匯款四十萬 三十萬及三百十萬 總共匯款五百萬有餘 使其進行投資詐騙 三位婚教經過調查後 跟受騙入主配合 在第四次在朝鮮民隊民交易時來賣購 並在現場台北兩名車手 也在水後再抓到一名 總共三名的車手 按金本分局貨報後積極偵辦 並餘超商約定第四次相關面交 餘超商內 逮貨面交車手兩名 三位婚教也好有民眾 最近常常有詐騙集團 接著投資公司用假的APP 來騙受害才有賺到錢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來注意 因近日詐騙猖獗 相關詐騙集團常常偽裝成投資公司 以面交或者是匯款的形式 又使被害人進行交易金錢 然後顯示於假APP 還是假帳戶上面 使被害人誤以為有獲利 所以說在此呼籲相關民眾 面對其詐騙行為的虛假強方法 詐騙的手法是越來越多 民眾哪是問題 一定要比較一流 說有歡迎詐騙傳算 或是一一空向警方來求情 記者 夏宜先生 蔡宏報道